第一個先大家報告就是說 我們的就是從英國回來有發燒的 有發燒的病人 那當然本來就確診 那在醫院裡面 經過我們的基因的比對 那機關署 證實的證實是英國變種病毒 是英國變種的病毒 所以這個第一個案例也到了台灣 那不過從機上開始有適當的防護 然後到整個到我們的檢驗 然後到醫院 那現在在醫院治療中 那現在有一些相關輕微的症狀 那並不嚴重 那其他的並沒有特別的 有相關的他的同飛機回來的 並沒有特殊的一些情況 那目前我們持續觀察中 那因應這樣的情況 那病種病毒並不是單一 英國的 雖然它的起源可能是英國 不會這也是要被在調查是英國最早發布的 這樣的一個變種病毒 那不管是在歐亞非 大概都有發現這樣的一個病毒的一個蹤跡 所以指揮中心決定我們整體在防疫上面 還要升級的控管 我們要交強整個控管的力道 那大概分做幾個 大概兩部分 一個是本國籍 一部分是非本國籍 分做這兩部分來說明 那非本國籍的 從1月1號起 除了有居留症 跟下面一些特殊的情況 那一律從1月1號臨時起 我們暫緩入境 暫緩入境